今天给您解读的这本书是免费的 英特网时代 QQ 微信等及时通讯工具是免费的 浏览新闻和获取信息都是免费的 视频网站上的视频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免费已经成为网络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人们已经习惯了免费模式 但与此同时 腾讯 百度 网易等提供大量免费产品和服务的公司 市值也非常可观 那么这些企业如何实现盈利呢 今天免费阅读本书 揭示了免费商品背后的秘密 自由撰稿人克里斯安德森 美国人 他有丰富的商业经验 曾担任美国知名科技杂志连线总编 曾五度带领连线杂志 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提名 因此 克里斯安德森对于商业 特别是互联网经济有着独到的见解 上一期节目解读了安德森的常委理论 介绍了网络经济中丰富的产品 并指出了利润空间不容忽视 本书将讨论 网络经济对商品免费趋势的影响 以及企业如何在这种趋势下盈利 下面 我将介绍本书的内容 分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免费趋势在互联网经济中 第二个问题 如何实现免费 第三个问题 企业如何在免费的趋势下盈利 首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免费趋势在互联网经济中 免费一直都是一种有效的促销手段 比如在商场里买一送一 或者免费送一部手机 或者强制订购高额通话套餐 消费者支付高额通话费用 实际上是补贴免费手机成本的一部分 然而 书中的免费指的是互联网经济中的免费趋势 在互联网经济里 真正的免费是存在的 世界上真的存在免费午餐 而且这个午餐越来越大 几乎覆盖了互联网上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 互联网的免费趋势 首先体现在市场格局变化和资源流动上 免费商品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对原有的收费市场造成冲击 对于其他商家来说 只要有免费的东西 它就能迅速占领市场 百科全书市场变化是典型案例 1991年 世界百科全书的平均单价约为1000美元 每年销售额为12亿美元 1993年 微软推出了一本CD百科全书 售价仅为99美元 售价仅为只至百科全书的十分之一 只至百科全书市场受到严重冲击 销售额下降到不足6亿美元 2001年 维基百科中出现了英特网百科产品 所有人都能免费查询信息 甚至还能编辑和添加内容 虽然网络百科的信息 并不像大英百科全书那样准确 但吃过免费大餐的人 也不会愿意掏钱了 百科全书市场全面萎缩 几年后 微软关闭了CD版百科全书业务 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 资源的流动也随之发生 以百科全书为例 市场资源由有形金钱转变为无形知识 一方面 尽管在线百科全书完全免费 但是它的出现使百科全书市场急剧萎缩 金钱从百科全书市场中流失 另一方面 能够获得知识的人 也从大英百科全书的拥有者 转变为所有能够使用网络 百科全书的用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财富并不是消失 而是转化成了无形的知识 互联网免费趋势的第二种体现是扩展商业运作模式 就拿广告市场来说吧 过去的广告模式可谓铺天盖地 电视 报纸上什么广告都有 汽车广告 美容广告 保健品广告 零食广告 玩具广告 但这些广告大多都不管用 有的甚至让人反感 只有极少数人恰好关注某一产品 才会尝试广告中的商品 但在互联网经济中 广告投放可以说是精准 当你浏览汽车行业的新闻的时候 网页上可能会出现一个汽车品牌的广告 这是一种利用你对汽车行业感兴趣的心理 这就是谷歌最初的盈利模式 广告商向提供免费搜索服务的网络公司支付广告费 通过精准的广告投放来获得更高的点击率 和更忠实的潜在客户 游戏市场也是如此 以前的游戏公司主要靠卖卡带和游戏机赚钱 比如任天堂手柄游戏机 还有经典游戏超级马力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几乎所有的在线游戏软件都是免费的 用户只要下载安装软件就能免费玩 游戏商省去了制作卡带的成本 不再靠卖游戏赚钱 而是拓展了一些运营方式 比如设定一些珍贵的虚拟装备 让玩家在游戏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吸引更多的玩家为之疯狂 再比如租个广告位 把广告投放到游戏的登录界面 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时 为了吸引年轻人在赛车比赛中投出大量广告 互联网免费趋势的第三个体现就是观念的改变 在一定程度上 浪费已经成为一种美德 有人问 节约是美德吗 那是因为资源匮乏 所以提倡节约 提倡节约 就像以前的纸质媒体一样 每一期的版面都是有限的 只有最好 最有深度 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才会被采用 如何排版也是一大难题 头版头条是什么样的文章 封底放什么样的照片 考验的是主编的经验和能力 免费给了他们足够的资源 网络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文章出现 每个人都是自媒体 一篇枯燥乏味的报道 一个不好看的故事 最多也就是没人去看 也没人去看 这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创作能力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写作行业 市场上出现了更好的文章 这就是免费的好处 充裕就是浪费 但是这种浪费充满了创新和自由 这是我首先要介绍的问题 互联网经济下的免费趋势 在互联网经济中 免费给市场带来了流动性 财富从收费市场流走 变成每个人都能得到的资源 免费扩展了其他领域 商业运作模式使资源变得充裕 使浪费成为美德 使市场更具创造力和自由度 那么网络经济是如何产生免费商品的呢 第二点 我想从技术进步和消费者心理角度分析原因 首先 技术进步是实现免费的必由之路 硬件方面 互联网时代离不开计算机 处理器 数字存储器和带宽这三大支柱 这三个支柱决定着计算机性能 内存吞吐量 上网速度以及网络商品的价格 半个世纪以来 许多商品价格上涨 但这三种硬件的价格却一直在下降 噶登 英特尔创始人 1965年 摩尔提出了一种称为摩尔定律的论断 这个定律指的是 每18个月计算机处理器集成电路芯片上的电路数量 就会翻一翻 也就是说 每18个月计算机处理器的速度就会翻一翻 相应的 前一代计算机的价格也将下降一半 摩尔定律的精确性至今仍有争议 但在互联网时代 科技的飞速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以体管为例 60年代 一台晶体管要10美元 一台晶体管要7万美元 如今 一块约有20一个晶体管的电脑只需300美元 每台晶体管的价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每台电脑的价格也降到了1000美元以下 类似的变化发生在数字存储器和光纤产品上 三大支柱价格持续下降带来了两个好处 一是提高了计算机普及率 三大支柱价格的下降直接导致了电脑价格的下跌 普通家庭也可以买得起电脑 电脑普及率不断提高 如今 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已经不再局限于电脑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 而是成为人们上网的重要入口 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用户群体 第二个好处是降低了网络信息的编辑成本 使信息商品成为免费的可能 从经济学角度看 编辑成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很大 编辑成本指的是 美星在生产某一产品时所增加的总成本 一般而言 产品产量越大 生产成本越低 编辑成本越低 而作为产品的英特网信息 则由人力成本所开发 当复制与传播成本趋近于零时 其编辑成本可被视为接近零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并非所有信息都是免费的 尽管思想成本不受原材料的限制 一旦被创造出来 可以无限复制和传播 1984年第一次国际黑客大会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一方面 稀缺信息会变得昂贵 比如为个人量身定做的信息服务 另一方面 大量信息将越来越多地向免费方向发展 因为其传播成本不断降低 而后者正式实现免费的基础 比如前面提到的免费视频网站 一方面 这种信息产品充裕 视频网站上有无数电视剧 商品充足 竞争激烈 商家为了获得最大的销量 会主动压低利润 另一方面信息存储 复制 传播的边际成本无限趋近于零 因此大量的观众可以免费观看 而网站 则会利用这些流量 为自己带来其他利益 除了技术进步外 消费者心理也是促使企业免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消费者而言 收费与免费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心理交易成本 心理交易成本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消费者在考虑是否进行交易时所付出的代价 人的天性就是懒惰 不愿意思考 当你免费提供一件东西时 你不会去考虑你是否需要它 而是会去尝试 当你想要收费的时候 哪怕只是一分钱 你也会考虑是否值得 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次试验 他同时销售两种巧克力 一种是上等瑞士巧克力 另一种是普通巧克力 第一天 他的销售策略就是把原价30美分的高档巧克力打折 定价15美分 普通巧克力亦美分 第一天 70%的受访者选择花15美分购买高档巧克力 第二天 他改变了销售策略 把这两种商品的价格 都降低了一美分 高级巧克力售价为14美分 普通巧克力为0美分 实验结果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 只有30%的消费者选择了高档巧克力 剩下的70%选择了普通巧克力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尽管第一天要花15美分 但消费者认为购买质量好 半价优惠的巧克力更划算 但是第二天 普通巧克力免费的时候 消费者就不会再去比较性价比了 人们忘记了免费商品的真正价值 也忽略了它的坏处 从心理上来说 免费商品意味着消费者 不必费心去思考和评估 比如购物时的运费险 网上购物 有些商家不仅包邮 而且还有运费险 如果用户觉得不满意 需要退货 商家就会把运费返还给用户 商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 降低消费者心理交易的成本 不仅不需要支付购物时的运费 也可以在不满意的情况下 免费退货 为消费者解除后顾之忧 收费会给企业带来障碍 一旦商品决定收费 无论收费多少 消费者都要面对 很高的心理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 定价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却很少 所以大多数企业都会选择免费 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如何实现免费 一方面 科技进步降低了 信息储存与传播的成本 使得网上信息商品的 编辑成本趋近于零 使得免费成为可能 了解了如何实现免费 让我们看看第三个问题 在免费趋势下 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盈利 主要介绍两种盈利模式 一是免费加收费模式 二是礼品经济模式 先说第一种 所谓的免费收费 就是企业通过免费的产品吸引用户 占领市场 然后通过提供不同的服务 从中赚取利润 腾讯在最初的发展阶段 依靠的是免费加收费策略 腾讯最初的唯一产品是QQ 这是一款免费软件 它的便捷性和社交性 让它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注册用户就达到了一亿 腾讯在积累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后 推出了一款QQ秀 用户只要付费 就能用QQ秀里的卡通形象装扮自己 这是典型的免费加收费模式 这种模式很好地迎合了年轻人 对新鲜事物的渴望 想要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愿意为自己的与众不同买单 腾讯在这个模式推出后 每月的收入就突破了一千万 免费加费模式 使腾讯赚得第一桶经常到甜头后 腾讯随后将类似的付费系统 应用于多个产品 还有一些企业没有主动提供免费产品 比如微软盗版的视窗系统 自上世纪90年代推出以来 微软视窗操作系统 一直是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操作系统 然而 几乎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购买正版操作系统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盗版视窗泛滥 即便是微软加了盗版序列号 也无济于事 比尔盖茨也知道 微软被盗版了 回到1998年 Bill 盖茨曾经说过 中国每年销售300万台电脑 却从来没有花过钱来购买微软软件 不过 总有一天 他们会掏腰包的 正是因为存在盗版 所以中国所有的电脑 都是使用视窗操作系统 20年之后 情况慢慢改变 一方面 安全 方便的操作系统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希望能够享受正版操作系统 带来的好处 另一方面 随着科技的进步 视窗系统的价格降到了20美元 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微软不得不放任盗版 这让它在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市场份额 有了庞大的市场份额 想要收费并不是什么难事 在免费的驱使下 企业往往采用另一种策略 即礼品经济 礼品经济 顾名思义 就是以礼品的形式赠送给使用者 很多自媒体的盈利模式 都是以礼品经济模式来盈利的 比如在知乎上回答网友提问 或者在微博 微信上分享知识 网友们不需要付费 就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分享者的目的 并不在于获取信息的人的金钱回报 而是通过不断分享 优质内容 而获得快乐和满足感 或者积累名气和关注度 从而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 成为大V后 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为其他产品代言 或者开设付费课程 来分享稀有信息 在礼品经济模式下 人们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目的 不在于赚钱 而在于分享乐趣 赢得声誉和关注等等 许多大学主动提供 由名师讲授的公开课 比如哈佛大学的快乐公开课 加州大学的总统必修物理课 麻省理工甚至把学校 所有课程内容都放在网上 包括讲稿内容 课堂作业和演示视频等 这些大学并不担心 免费的课程会吸引不到学生 毕竟顶尖大学一年的学费 就是三万五千美元 恰恰相反 免费课程扩大了大学的影响力 提高了大学的声望 使学生在高质量的课程中 感受到大学的广阔和博大的知识 而大学教育不仅限于讲课 面对面交流 接受指导 与同学交流 互相帮助 建立友谊 这些都是免费课程所 无法做到的 免费课程使更多的学生了解名校 并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名校 第三部分介绍到这里 主要讨论免费趋势下 企业盈利的两大策略 免费加收费模式 礼品经济模式 互联网兴起二十多年 人们逐渐接受了免费 但仍然存在一些误解 总觉得免费背后有个陷阱 免费的背后 隐藏着巨大的隐形成本 这是传统领域的固有观念 在互联网经济时代 免费产品也能像付费产品一样 拥有良好的用户体验 想象一下你 正在使用的微博 微信和地图 这些产品 不会有任何陷阱和花招 只是为了鼓励用户 尽可能多地使用它们 也许有人会说 我付了钱 上网的钱是我出的 这就相当于 把载体和内容搞混了 我们每个月支付 几十块钱的网费 实际上支付的是基础设施 网络 光鲜等等 而不是为了获取内容 互联网经济日新月异 免费成为企业生存的第二选择 如何在免费中盈利 做大做强 是每个企业必须思考的问题 好了 这本免费的书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